的倒数关键时刻 只剩下三天就要投票了 三党的总统候选人 把握最后的时间 都紧急的来冲刺拉票 偶尔销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全台湾大扫街 但是啊最近似乎是怕多说多错 蔡英文最近几天的行程 全部都取消受访 甚至有国际媒体为了追访问 还不小心摔倒了 不过连日几天来不给访 也引来了随行媒体不满 就怕话题发酵 幕僚在今天紧急调整策略 整个扫街的车队 到了桃园的时候 蔡英文终于愿意停下来受访 针对两岸还有九二共识 等议题做出回应 终于愿意停下脚步受访 蔡英文全台大扫街 却一连封口三天拒绝媒体访问 难道是大选将至策略性聚访 少说少错 是有什么策略上的考量 我有时候还是会回答 昨天不是有回答你们的问题吗 第一位候选人郑运棚站台短暂回访北台湾 面对朱立伦批评自己的两岸政策不清 美国前国防部长海格更担忧选后的新政府 会不会让美方陷入困境 各方的指教我们也都听到了 我们愿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维持两岸的和平 那么同时也希望两岸的经济的往来 可以正常化 这个朱主席从以前讲到现在都是一样的话 我已经把我的两岸政策都讲得很清楚了 我也说过 装税的人总是叫不行 只是前一天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都罕见表态 要蔡英文不能回避九二共识 依旧一句维持现状四两拨千斤 只是现状到底是什么 选后的新政府恐怕无法回避 记者组合报道 另外来看到的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今天是回到了桃园扫结拜票 人气很旺 沿途不断的有乡亲高举国旗为老县长加油打气 甚至他高龄91岁的父亲 也冒着寒风细雨在人群当中为儿子加油 而选战最关键的时刻 面对蔡英文回应朱立伦批评她说 两岸政策的时候 她的暗奉就是说装税的人也叫不醒 那么朱立伦再度的炮轰对手 强调说只要是清醒的台湾人 就不会被蔡英文的空话催眠 老县长参加大选 相亲举着国旗沿途送乱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一轮回房桃园 91岁的老父亲朱张鑫也顶着寒风细雨 却在人群中默默为儿子加油打气 给主任人高票当选 拜托大家 这一次的选战不太好打 有没有跟主席 因为完了一个月 也照一个月出来就好了 主席有看到您 有啊 主席有挥手吗 有有有 他有挥手啊 质疑你们有眼神对道对不对 有有有 加油 透过眼神交流 一切尽在不言中 父子情深朋友也讲义气 虽然选情紧绷 曾经重话批评 贯注将让国父哭好子孙不孝的 前监察院长王建轩 最后关头还是出面力挺 而朱立伦也再度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蔡英文的含糊政策表达忧心 所有清醒的人都不会被他的空话跟模糊的话给催眠 那蔡主席再用这样的空话跟模糊的话要催眠台湾催眠选民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家都很清醒 距离投票不到七十二小时 民进党强攻桃园 扬言不但总统票要赢 立委席次更要全雷大 君一伦内忧外患 总统要拼胜选 国会能否过半更是最大难关 接下来加会 侯正伦吴嘉敏 桃园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的就是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了 这是晚间的最新消息 他今天上午是到金门争取地方人士的支持 晚间风尘仆仆的赶回台湾 但是他的行程没有停下来 就立刻转到新北市新庄 来拜访他的民间友人 选举倒数三天 宋主席的选情 现在他也是拼了 这主播距离投票日剩下三天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晚上没有举办造势活动 反而是来到了新北市的新庄 拜会民间友人开的小吃店 而支持者们听到宋楚瑜要来 纷纷跑来帮他加油打气 把小吃店给挤爆了 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李高票上写总统 好 谢谢 谢谢 好 到了 公公出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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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见 接我们看一下 主席 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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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楚瑜 冬孙 杜楚瑜 冬孙 杜楚瑜 冬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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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加油 很不好意思惊动这么多的乡亲 我之所以到这边来 是因为我今天晚上还要赶到新庄去 我跟大家报告 既然赶到新庄来 就要找我的老朋友 我本来想简单从金门赶回来之后 到这边来吃吃他们两夫妇的好的菜 他们告诉我说 我们这一对好朋友 跟我结缘 最重要的开始 他们很认同我的一些做法 同时也反映一下 深斗小民 做小生意的 不简单 非常非常 遭遇到一些的困难 我都好好的跟他 保持联系 那一段时间 他的夫人 是我们婚龄的同情 没错吧 他也告诉我说 那就是身体那段时间为何 他可爱的老公 就写了一个信给我说 假如我能够来 给他的夫人 来好好的鼓励一下 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件事情 我那天带了我一个同事 我们三个人就到这边来 看这一对好朋友 我非常感动的是 他们给我很多很多 目前做小生意的 许多许多的这些建议 他说好多的人 其实生活蛮辛苦的 政府真正对于水电的这些水便涨 瓦斯的问题等等等等 他都跟我讲一些非常非常根本的民生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宋楚瑜一下车 支持者们就大喊总统好 而宋楚瑜今天主要会来这边 是因为小吃店的老板娘 罹患了癌症 而老板写信给宋楚瑜 希望他能够来探望 没想到宋楚瑜真的来了 因此结尾有人 而今天宋楚瑜特地拨空来这边用餐 和两人叙旧也借此倾听民众的声音 而支持者们也抢着和宋楚瑜拍照签名 以上就是现场问题掌握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交款口内 好的我们谢谢与您在现场最新的连线报道 那么其实宋楚瑜在今天的行程 也是相当的忙碌 他选在蒋顾总统金国先生 逝世28周年的这一天 搭飞机前往金门拜票 进攻蓝军的大票仓 除了拿出珍藏已久的金国先生的日记 现场朗诵之外 他也痛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是把金国先生生前最重视的金马地区边缘化 和金门当地乡亲称兄道弟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指导蓝营铁票区 传出国民党案中计划弃送宋保珠 宋楚瑜自有对策 挑在蒋顾总统金国先生逝世28周年这天 来到金门中山林金国纪念馆 更拿出珍藏的金国先生日记朗诵之意 你看南部久汉不宇 心中非常感受不安 这就是一个做领导人 对人民有感情 打金国牌批蓝营正统地位 宋楚瑜再提周二举行的国际记者会 猛攻绿营两岸政策 对金马地区不利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不仅被我们金马地区的乡亲 变远化 因为会引来战争的疑虑 宋楚瑜访金门有如一场抓漏行 探看金门大桥小三通实行现况 承诺解决金门民众用水问题 要把蓝绿两党16年来没做齐的一次补足 抢攻泛蓝选票 记者翁明雅金门采访报道 今天的立委点降录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中市第七选区 在县市合并之前 他们原本是台中市的第三选区 主要的范围大约就是太平区还有大理区 本区总共有三位候选人 分别是民进党的现任立委何新纯 国民党的赖一黄 还有军公教联盟党的十大灾 不过主要还是国民两党对决的态势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 这两位候选人的基本资料 首先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现任立委何新纯 他的形象清新问证专业 身为职业妇女 他也特别关心妇女还有儿童的议题 深获选民肯定 再加上现在在台中市 民进党有执政的优势 何新纯被外界认为说 他的选情是相对有利的 而他面对到的挑战者是谁呢 就是由国民党征兆的 五党籍台中市议员赖一黄 赖一黄以爱妻形象出名 他也强调推动干净选丰 热心公益 更重要的是 他是以五党籍的身份 连任了三届太平区的市议员 在过去完全没有任何 政党奥远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有如此亮丽的表现 基层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中第七选师的选民结构图 我们可以看到 蓝绿各有41%的支持度 可以说是评分秋色 那么剩下18%的中间选民 可以说就相当关键了 好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本区历年政党得票率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在2008年的这个立委选举 真的是非常的波折 国民党的江连福拿下了54% 击败了绿营的简兆洞 江连福后来被简兆洞检举汇选 经过法院判决当选无效 2010年立委补选 简兆洞顺利当选 但是自己在2011年的时候 却发生了疑似酒驾兆淘事件 或仅是辞去了立委 也放弃了寻求连任 重创政治生涯 可能是受到贿选事件的影响 我们看到本区对国民党的真实度 也是一路的下滑 到了2014年 这个台中市长选战的时候 林佳龙在本区 更是大赢了胡志强 那么这次呢 何欣纯对上了国民党的赖一黄 究竟谁有机会胜出呢 继续来看到的是台市记者 谢美玲 王俊杰的分析报道 蓝绿大对决 台中市地区选区 过去两届立委选举不选 蓝绿都曾换将 从国民党市党部主委 手中接下战棋 蓝一黄披上蓝袍参选 另外受命他义无反顾 而面对蓝一黄的义无反顾 包括前总统府秘书长廖辽矣 前立委严清彪还有郑立文 前台中县长黄仲深 以及多位国民党地方代表 都全力相挺台下支持者 邀请呐喊高喊动算 蓝一黄在地方耕耘多年 以无党籍身份连任三届市议员 在没有政党奥远的情况下 持续连任 可见他在地方风评与基层服务实力 颇受肯定 这次受国民党征召参选 打出推动社会善良风的诉求 更是独树一致 赖一黄以身做起 信奉一贯道的他 不但捐血五百多次 如素三十多年 家中还有罹患小脑萎缩症的太太 要他照顾 这次在大环境 对国民党不利的情况下 还愿意挺身而出 对蓝一黄支持者来说 应相当受到鼓舞 蓝一黄引用三国制情节 他说关公不理会曹操的上马金 下马银 获得赤兔马 却一心想着 能赶快奔向 结拜大哥刘备 比喻自己就像是关公 国民党就像是他的大哥 他肩负负心重任 刘备 关公跟张飞 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们三兄弟的情侣 还是非常的连结在一起 一样的道理 我也希望说 我能够在国民党氛围不好的时候 我能够来预助他一点力量 或许是长期关心 妇女及儿童议题的关系 何欣诚在婆婆妈妈眼中 拥有高人气 传统市场拜票 这位阿姨一看到 紧抱着不放 还热情宋文 宋文送凤梨 这位百岁人 瑞一听何欣诚来了 坐着轮椅 也硬是要媳妇推她出来 为何欣诚加油打气 还有这位死忠粉丝 带着过去和何欣诚的合照 就像是看到偶像一样 开心得不得了 何欣诚出身正直世家 母亲还曾是国民党籍的台中县议员 何欣诚在姻缘计会下加入了民进党 曾任两届台中县议员 现实合并升格后 以选区第一高票当选第一届的市议员 基层实力相当深厚 2011年民进党立委简兆栋 因为酒驾事件 不仅辞去立委 也自行退选 放弃连任机会 2012年立委选举 民进党改由何欣诚 结榜参选 对上国民党提名的郑立文 最后顺利当选 这次挑战连任 即使我们稍有领先 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 那也希望未来 欣诚能够在当选连任 能够以我们民生为优先 尤其最近大家认为 食安是最重要的 所以未来的政府跟何欣诚 也一定要在立法院 为了我们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法令 修法提案 关怀弱势族群 借着大人哥的魅力一起送内 果然掳获不少老人家的心 台中市地区选区 在县市合并前 原为台中县第三选区 范围包括了太平区及大理区 从过去七年的选举 结果显示 国民党在这区得票逐渐衰退 2014年市长选举 国民党得票更降到历年最低 只拿到40.9%的选票 相对的民进党却是历年最高 林佳龙市长选举 拿下59.1%的选票 何欣存他整个接收了 他这个整个资源 所以他又是现任的 当然就比较抗好 那国民党籍的 其实因为据我所知道 知名度不是很高 一定会赢 一定会连任 何欣存拥有现任优势 但面对太平区市议员出身的赖一黄 太平区的得票率 对何欣存的选情 有决定性的影响 赖一黄临为寿命 有助于凝聚泛兰基层士气 但是不是能吸引中间选民 有待观察 至于另一位候选人 军功叫联盟党时大灾 对两大党竞争似乎影响不大 接下来的王俊杰台中报道 再过三天不到的时间 就要投票了 很快的对于选后的政局 到底如何呢 政坛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议测 今天是金国先生 逝世28周年纪念日 马总统前往大西叶林 而针对周刊报道 他有意在选后争取 回郭国民党主席 而且还透过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争取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支持 他没有回应 不过辅方是澄清 绝无此事 至于被问到自己 是否也有意搅逐 国民党党魁呢 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则是断然否认 他强调说 立委跟立法院长之争 是他的最后一战 澄清 大席投料葉林年年不中斷 離去前馬總統又特地留了下來 與鄉親握手寒暄 距離投票日72小時 卻突然傳出 選後他有意回任黨主席 而且還透過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希望爭取立法院長王金炳支持 總統選為黨主席兼黨主席 那郭台銘有意思 郭台銘有這樣跟您說嗎 沒有 他有跟郭台銘接觸嗎 沒有 他沒有提到說 沒有 總統選黨主席你贊成嗎 以後的事怎麼現在在談這個 選舉前兩三天怎麼會談這個事情 那您有要選黨主席嗎 怎麼會呢 我剛才講過 是我最後一戰了 最後一戰是只贊黨主席還是 立委方面 那如果這個總統會 慈虎臨請葉林後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郭一倫再回到頭寮 身為現任黨主席 選戰之後關頭 他不談選後 專注眼前 我想現階段 現實所有的 我們全黨也好 或者全民也好 所有的支持者 大家團結一致 我們秉持金國先生的精神 我們堅持到底奮戰不懈 禮拜六我們就勝選好不好 好 最後三天 朱宇倫回房桃園 即使天空還下著毛毛細雨 仍然冒雨 陪著黨籍立委 掃街敗票 沿途鄉親手持國旗 為老縣長加油打氣 拼逆轉勝 接著林家櫃口陣容 吻家銘 林祝強 桃園採訪報導 那麼在今天同樣也到大溪去夜林的 還包括了蔣家第四代的國民黨台北市立委候選人蔣萬安 上午他跟父親蔣孝言 還有七小一起到桃園大溪夜林 他也鄭重的澄清他的祖父蔣經國 並沒有說過後代不能夠重振這樣的話 那麼選前的關鍵時刻包括了馬總統朱立倫在內 國民黨的高層也都總動員喔 但是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日前也在同樣的地方打出了金國牌 甚至搬出了金國先生的遺訓 質疑國民黨的正統地位 前立委蔣孝言難得與家人在鏡頭前一同亮相來到桃園大溪 父親講顧總統的林寢夜林 而自蔣萬安就站在後方神情嚴肅 13號這天國民黨內大動員到兩蔣林寢 但兩天前親民黨宋楚瑜也來到這裡 儼然成了選前兵家必爭之地 蔣經國先生晚年講了一句最重要的話 他說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一樣從來沒有跟本土價值脫離 宋楚瑜質疑國民黨的正統地位 炮火猛烈要搶收泛藍鐵票 身為蔣家嫡系血清 代付出征角逐立委的蔣萬安 蔣家第四代的身份被外界視為光環 經國先生逝時28周年格外感慨 剛向經國先生心理的時候 我也感到責任特別沉重 那我也向他報告這段期間很多民眾告訴我 希望我一定要學習 我祖父這種情政愛民 有人最近竟然說經國先生曾講蔣家後人不能從政 經國先生從未講過這句話 選前關鍵時刻全家總動員這次夜靈意義格外重大 莊嚴肅目的氛圍多了一缕政治嚴小偉 記者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這次的大選競爭非常激烈的部分呢 還延燒到了政黨票 這次多達18個黨要競爭不分區立委的席次 民進黨現在很擔心分裂投票的效應 那麼不分區的安全名單呢 就一路往下修 修到了現在大約是12席左右 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更喊出不要投票給小黨 那麼其中最有可能分走綠營政黨票的時代力量 那麼呢也不是說這一切都是選舉操作 似乎呢也擔心民進黨的頻頻喊話 會影響到自己的選票 選前催票時代力量部分區立委名單 傳出可能不只六席全上 還有可能拿到更多票數 和民進黨上演搶票大作戰 因為估計我上去要200多萬 你想想看我們拿到200多萬是多麼的艱難 被指稱票數會過多 時代力量趕緊反駁指出一切都是選舉操作 不過選前關鍵時刻傳出民進黨部分區安全名單 人數頻頻下修 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更直接在造勢場合喊出 不要投給小黨等於直指時代力量而來 民進黨的朋友幫他們自己的政黨拉政黨票 這是一個天經地義天公地道的事情 理念相近的有黨 我們絕對不口出二言 那麼我也不會透過 什麼配票的呼籲 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緩加 未來國會重要改革會全力支持民進黨 不過也喊出得先將六席不分區送進立法院 一邊安撫民進黨一邊穩定選民信心 小黨崛起分散票源為選候國會勢力增添變數 記者莊希胡祥三台北採訪報導 晚間的最近消息來看到的是台北市長 柯文哲雖然最近又惹出了失言風波 但是他晚間這個非典型輔選的行程沒有停下腳步 他還是替兩位立委候選人站台 他先任到台北市北投力挺民進黨的吳思瑶 而且柯P再度的開京嗓唱歌 一起合唱了《我只在乎你》 還有《艾比亞家演員》兩首歌 那麼柯P就笑說自己是薄命演出 來看看現場的最新狀況 這次是薄命演出 天氣吳是樂 好風 太風 終於將天降來定 三風天主堂 心吻可怕疼 愛疼 愛吃黑暗 謝謝 不错不错 好 你比较适合唱郑队去走 你不适合走邓丽金路线 只是是这一年难缠 只是我便没难缠 哪空是希望 你追放播 更有踞青青青草 因此 又比是海上的 暴落 有时期有时针 好人有 再不走 再不走 好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柯文哲市长 今天晚上在台北市北投 帮吴思瑶助选的最新状况 不过这个柯市长 他最近真的是风波不断了 他在前一天才刚刚骂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柯一死一死 却被柯妈妈吐槽说 他从来没有这样骂过人 还说儿子这样讲话不太好 柯文哲今天就反驳妈妈 他还用台语直说 他有啦 怎么会没有咧 更三度拒绝向郝龙斌道歉 表示说自己很怂 而且这也只是台湾的俗语 还说要外省人的郝龙斌 应该要努力的学台语 而柯文哲今天出席千校动土典礼 一事实在是太过冗长了 让讲效率的柯P 忍不住在致辞的时候 又当场把主办单位给垫了一顿 台北国小千校动土典礼 柯文哲不耐烦 打完股还有五师团 五完师再上香 结果贵宾还要一个个点名上台 才动土 让柯P一度眼睛看天超不耐烦 差点翻白眼 康志明局长就位 政策局长就位 动土平安 哦 事实还是太冗长了 你那些决策讲当效果 我总好来到三秒就割标 改进事项 以后这个椅子不要分不一样 要务必保持辛苦奋斗 就做好 就连市长坐沙发椅都被点名要改进 只不过柯P前一天骂前市长郝龙斌 这句话要不要也改一改 我都搞不清楚了 让他去洗澡 他说要提告什么 哇 咱那 深呼吸放轻松 不用啦 这要道歉 那要道歉掉了 你是外省人 他可能会比较不能理解你的理由 那他要学台语啊 我讲话还是很爽的 闻南瑜的这种俗语 我小时候妈妈都常常这样骂我们 我才不敢罵的 不敢说这样我也不敢在乡 不用说这样啦 说去死一死是柯妈妈教的 没想到却被自己的母亲打脸 听说他没有这样骂过 而且 咯啦 那也不错 把闽南俗语拿来批评前市长 没想到自家妈妈不相挺 也让柯文哲两面不讨好 记者 陈武强 吴宗哲 台报导 候选人都完全不敢松懈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旋上午就到云林拜票 把握最后的时间要来冲选票 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陈建仁 则是到嘉义陪同蔡逸宇还有陈明文的车队扫接拜票 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不少民众的欢迎 悬前倒数时刻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陈建仁 一早来到嘉义县太保市 陪同蔡逸宇车队扫接 所到之处受到在地的乡亲热烈欢迎 而这是大仁哥第三次来到嘉义力挺蔡逸宇 除了帮忙催票外 陈建仁也大力呼吁拒绝接受会选 而国民党这边要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也是形成满党 一早先是到云林 由县党部主委徐宇珍 前立委张立善立委张家俊 陪同拜会妇女劳工及弱势团体 主办单位更热情的送上包子和粽子 象征包种好彩头 包子集中子代表的含义是包种 中国国民党执策的时候通过劳工权益基金 那种劳工诉讼辅助专案 我们停我们的港元停到什么停动 王如玄强调国民党是一个稳重安定 脚踏实地的政党 所以推出来的候选人可以拼经济 也很会照顾弱势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各个候选人把握时间 不放弃任何机会冲选票 借嘉义云林综合报道 选战最后倒数控告对手会选的战术 也相继出笼 一项话题不断的新北市立委候选人李婉玉 拿出影片质疑民进党对手罗志正会选 那么在影片当中 市议员何博文在餐厅宴请里长 罗志正也在场 席间还有人发着 装着8000到1万元不等现金的信封贷 对此罗志正出面反击 表示信封里头的钱 是国民党去年12月份 朱立伦竞选总部成立当天 里长动员的午餐费 而宴会当时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江慧珍 有出席 痛批李婉玉恶意栽造 新北市议员何博文坐在餐会主桌 一旁有好几位板桥区里长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罗志正也是纵上兵 武党籍立委候选人李婉玉拿出这段影片指控 罗志正摆桌会选 影片还出现里长联谊会主席发信封给里长们 里头装有8000到1万元不等 让李婉玉痛批罗志正没资格参选 你有资格代表民主进步党参选吗 那为什么你请客不请一区二区 为什么请三区 三区所有的里长都是属于有东区有投票权 李婉玉他有去认真做任何查证的话 他应该知道事实绝对不是他指的那个样子 罗志正立刻拿出照片反击 表示参会是由新北市议员轮流主办 1到3月正好轮到何博文作东 当天同选区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江慧珍也有出席 绝非绑装参会 罗志正找来当天有出席的里长曾经打脸李婉玉 不过两人现在都坚持要按铃控告对方 选举投票倒数会选一云陆续暴不停 记者欢迎王宗翰新北市报道 网络社群的兴起 也让现在打选战的各大阵营不得不重视它的影响力 而这次大选出现了一个现象 以脸书来说 日盈在网络上受到的关注程度 还有正面评价是多过蓝营 让蓝色的选民似乎变得比较沉默了 在网络上也不敢多表态 因为不希望遭到攻击或者是反对的声音 也因此国民党也特别拍了广告 要催出沉默的支持者的选票 但是学者认为受到了政治大环境不佳的影响 那么选民选择隐性不表态的话 到最后恐怕也不会去投票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跟我一样都很低调 因为每天在Facebook上看到 你朋友的声音都跟你心里想得很不一样 虽然在社群上你不敢输出自己的立场 但走进投票所 拿起投票账号 你投给谁 我们自己知道就好 白板背后广告中的角色低调不露面 就跟自己在网络社群里的沉默一样 国民党最新广告要催出沉默支持者选票 就是因为在网络世界里 蓝银的声音少得可怜 目前都是民进党为主 或是什么新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这两个为主 然后都是愁国民党比较多 有没有比较倾向哪个政党 或哪些声音比较多的声音 比较好像有民进党了吧 以脸书为例 一打开涂鸭墙 批评政府国民党的文章一篇又一篇 而正面文章的分享也多半集中在绿营身上 社群声音导向绿营 民进党把矛头只向政府施政太差 但国民党认为跟选民性格有关 很多都是我们的支持者 即使如国民党所说 支持者选择沉默不语 但网络世界舆论的渲染力 恐怕将直接影响选情 假设你周边的人都是一致口径说那个人 通常都会受到压力 你自己本身是支持内外一党 可是大家都不是支持的话 都不太敢发声 以脸书按赞数来看蔡英文最多达到174万人 是朱立伦80万粉丝数的两倍 而宋处于最少只有10万多人 三大阵营的粉丝人数 也反映在社群里的声量数 绿军成为显性选民 反观莱恩军则大多数选择当网络潜水客 国民党的执政情况非常的糟糕 所以明星的趋向已经很清楚了 因此你会发现年轻人也好 或是民进党的也好 他们的从隐性转变为显性 而国民党的从显性转变为隐性 走入隐性的意思 他就不会再支持 也不会再投票给他们 学者认为莱恩军成为隐性选民 跟政治大环境有关 而绿营成功掌握议题 普遍受到年轻人关注 再加上同侪之间的影响力 恐怕将造成未来 蓝营在年轻选民的经营上 更加困难 记者欢迎还宴章 相报道 晚间的最新消息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选前真的是拼了 展开铁人行程马步停蹄 今天从苗栗一路扫街扫到桃园 再到新北市 晚上又冲回了台中 举办肇事晚会 那么这个肇事晚会的现场情况 到底如何呢 我们赶快连线来看看 我们台中市民说谢谢 谢谢你们在民进党再起的路上 给我们最坚定的支持 蔡英文会永远记得台中市民 会永远记得我们 对台中市民的承诺 大家说好不好 今天晚上 有一群特别的朋友 特地到台中来支持我们 他们是台湾知识界里面 学术界里面 顶尖的人才 我要特别谢谢 我们周昌宏院士 林明璋院士 廖运范院士 还有我们前驻日代表曲世凯 我们前卫生署长李明亮教授 还有我们横白前县长 今天在场呢 还有很多我很尊敬的大学校长 和大学的教授 他们今天站在我的身边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不过我也知道 他们的相挺 对我来说 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责任 今天 各位给我的支持 我不会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 我会把它看成是对我的提醒 如果 未来我做总统 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 请大家随时告诉我 不需要客气 我会不断地轻听各位的声音 这是我们的约定好不好 这世界除了是社会的良心之外 它也是我们社会理性的声音 八年前 当我接下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 我的心里很清楚 这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决定 我知道 除了改革之外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让这个政党再站起来 蔡英文的政治 就是理性的政治 我们从来不用抹黑的方法 我们也从不诉诸对立 我们更不曾诉诸恐吓 即使在民进党士气最低迷的时候 我也从来不诉诸同情跟悲情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也是我对台湾政治的责任 从我去年二月宣布参选总统以来 我一直坚持用这种方法来打选战 我说过 改变台湾就要从选举中开始 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对手 几乎每天开记者会来抹黑我 我们在各地的候选人 也都有起一样的遭遇 一个执政八年的执政党 在选举的过程中 只会不断地用恐吓牌 只会不断地制造社会的不安 这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大家说是不是 他们这种选举方式 只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给台湾人民一个更好的未来 大家说对不对 这几年 人民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的无能 抗议政府的阿爸 但是国民党从来不愿意反省 他们只是一直在幻想 幻想有一群沉默的大多数 会在最后的时刻跑出来支持他们 各位 前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想 今年的选举 他们又来了 他们又用同样的手法 希望沉默的大多数会站在他们那边 在这里 我再一次的告诉国民党 沉默的大多数 就是这个社会上受苦的大多数 黑心食品让他们受苦 油电双党让他们受苦 变来变去的政策让他们受苦 长照制度 年金制度的拖延 这些都是让他们在受苦 人民的沉默 不代表他们希望原地踏步 我相信现在的台湾 沉默的多数 就是要改变的多数 大家说对不对 他们想要改变傲慢的政府 他们想要改变政策的黑箱 他们也想要改变空转的台湾 大家说对不对 我拜托大家 1月16号 我们一起告别抹黑 告别对立 告别恐吓 给理性的政治一个机会 给蔡一威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让新政治在台湾诞生 好不好 好不好 支持蔡英文 政党票也一定要记住 要投给登记第一号的民主进步党 让民进党在国会过半 改革才不会剩一半 我跟台中的市民保证 这一次民进党的不分区名单 绝对是最好的 我们今天有十位不分区的立委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请他们站出来 跟我们台中市民打一个招呼 做一个拜托 加油 加油 我们这里有食品的安全专家 吴奎玉教授 有社福长照的吴玉琴 有环境保护的陈曼丽 还有我们财税改革的王荣章 还有我们原民权益的Golas 还有我们青年创业的余婉如 还有我们父权司法的游美女 我们公卫劳工 这个大家都很认得 李亦元 还有我们父权医疗林静怡医师 还有我们护理健康陈静敏 还有我们的海外台商代表谢思英 还有我们城乡规划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蔡英文在 台中今天晚上的造势晚会的现场 现场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烈 那么除了有这个学者精英到场来力挺之外 蔡英文也再次的介绍民进党的 不分区立委提名人 也呼吁选民要把这个票集中投给民进党 这个是今天晚上在台中最新的 这个现场造势晚会的状况